来看一场感人的搬家席别会 不过主角是一棵老树 临州国小有一棵40多年的老榕树 因为枝叶太过茂盛 影响了四周树木的生长 因此学校在进行通学步道拓宽工程的同时 也要帮这棵老榕树来搬家 而在移植老树的前夕 学校特别召集学生举办了席别会 希望祝福老榕树顺利的搬到新家 小朋友把写好祝福话语的卡片 串在红线上围绕这棵老榕树一圈 唱着离别的歌 因为这棵老榕树将要移植到 桥头的树木银行 大家依依不舍地说出 感谢和祝福的话 不过他要帮家 我们的生来都很辛苦 因为他要帮我们大汗 很多温暖的记者 我们永远都会记得 虽然很舍不得 但还是祝福 但我相信不管他到哪里 他们都会生长茁壮 生生不息 一棵树子不好说 他不怕我们久了 我希望他能在他的身处 幸福快乐 也希望我们能去他的身处拜访 要把这棵树形漂亮 枝叶茂密的老榕树移植 学校也是不得已的 因为这棵老榕树长得太巨大 以至于附近十棵树 都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阳光 一半的职业都呈现枯萎的惨况 经过学校邀及专家开会 决定将老榕树移植 所以这次我们在调整的过程 可以让这棵榕树 找到适合生长的地方 又可以让校园其他十棵树 能够有更好的生长环境 所以让我们十加一 更大的绿扑面积 能够造福我们高雄市的 以及校园的空气跟环境 要移植这棵老榕树也是因为学校要进行新中路 通学步道拓宽 一旁也有一整排十九棵的榕树要移植 因此才提议将老榕树移并移植 在同学步道拓宽之后增加学生上下学的步行空间 我们专与专业的考量 我们只要动到一个大树 我们可以照顾到十棵的小树 让这十棵小树充满更多的活力 跟更多的生命 这样我们是一举兼得很多的事情 应该是说方向跟考量到 在这个移植的过程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市政府交易局规范的秀树的原则 移树的原则 那让这些树呢 能够在移植的过程之中 能够能够保障它的安全 这棵老榕树驻立校园四十多年 不少学生一进校园就会看到它 甚至在树下玩耍 听着蟲鸣鸟叫 如今大树成一的景象已经不复见 小朋友举办席别会 体会离别祝福的生命教育 大树爷爷要保重哦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 要讨论之类时间 lunar则